黑客通常是指运用高超的技术入侵别人电脑的人 这样的人平常人是见不到的 只能在影视作品中一睹尊容 比如在今年热映电影《唐人街摊案2》中 就有一位扎着蓝绿色双马尾的二次元美少女黑客 不仅颜值和身材爆表 而且其高端的电脑技术也令人刮目相看 或许有小伙伴们会觉得 难道像这种高颜值的女黑客只能出现在电影中吗 其实在咱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女黑客 只是我们难以察觉而已 那么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位中国第一美女黑客 她叫林怡 英文名Hack Abby 目前担任中国多家知名上市公司网络安全高级顾问 曾经她有一段传奇般的历程 多次入侵了美国著名通信网络系统 美国CIA中央情报局 以及英国多家联交所数据库 黑掉美国无数对华负面信息的网站 对此也令美国引起了高度重视 于是便禁止林怡使用电脑或按键式电话三个月 可即便是这样 在被美国控制的第一天内 林怡仍然还是崩溃了三千多台顶级计算机系统 导致美国商品交易所单日集体恐慌式下跌 不过由于林怡的背景着实令人害怕 所以没有谁敢不给面子 毕竟她的师傅就是咱们前几期节目里的 中国第一黑客郭盛华 而在东方联盟创始人郭盛华的带领下 如今林怡有着过亿的资产 可惜却至今单身 对此小伙伴们心中是不是有些想法了 这一期的龙起到此结束 如果还没看够的话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龙起头条号 每天精彩不断